Jilly 520卸任只剩下60天了 外界都很关注说总统蔡英文她的施政评价 带您一起来关心 首先呢我们来根据近新闻的民调 分别呢看满意还有不满意 其中呢满意的呢就是有达到五成 表示呢有半数的民众是肯定蔡总统她的施政表现 除此之外在民调当中呢也有提到对行政院长陈建仁 领导内阁团队的表现又是如何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四成七的民众是表示 哎满意的而认为不满意的呢也有三成六 但是对于新国会方面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备受关注的 连他是什么最近也是引起热议 那我们就来看了民众对于韩国瑜的表现 几乎是一半一半的 那么就是有四成的人表示是满意 那么不满意的呢也是将近四成 除了隔壁的表现国民经济呢也很重要 国泰金控他就发布了三月的调查结果 显示出呢民众对景气的展望 乐观指数它是上升的 而对于乐观的情绪 股市他们乐观的情绪也是同步走扬 那这两个指数上升呢 是在2022年1月以来的新高了 他就是达到了一个高位呢 只是呢国际股市震荡偏升 股市的乐观情绪虽然是持续走高的 但是风险明显也是同步上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数据都是创调查以来的行动